嗨一邊 大家好 久不見啊 我們今天要繼續教接下來 剩下的十一個字母 我們第一堂課教了十一個字母 大家還記得嗎 來 跟我練一遍 A A V G G D YE J YO RE Z E I 一開始 第二堂課 我們教了哪十一個呢 來 跟我練一遍 K L M N O B F S T T U F 好 那我們這禮拜要教到最後剩下的十一個字母了 第一個呢 是長得很像X的 哈 哈 第二個 是 這個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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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啪啪啪啪的詩 老師的詩 詩 詐 第五個 它跟前衣歌練起來很像 但是有點不一樣 大家仔細聽喔 詐 登領的時候 手頭是頂在下面的 這樣 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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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點捲舌的感覺 這個沒有捲舌 詐 然後第六個 這個字呢 通常不發音 它的名字叫 Vjordisnak 它是音音字母 這個字母呢不會發出聲音 它只是在字母與字母之間 有一個間隔的音而已 就是間隔 輔音和原音 輔音和原音呢 我們下一堂課 下一個字母 是這個 O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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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像是 注音的 O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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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字母 這個字母呢 它也是不發音的 它是 軟音符號 它的名稱是 Miaki Snack 下一個字母 A A 下一個字母 U U U 很像是 英文的U 不要把它跟U搞混喔 U跟U 是不一樣的 好 最後一個字母 YA YA 這個字呢 就是 我的意思 如果它是一個字在這裡的話 YA 就是我 我的意思 好了 這樣33個字母 大家都寫完了 YA 好 下一堂課呢 我們就會教 字母 湊在一起 要怎麼唸成 單字 這樣 有一些字母 如果 重音不在它身上的話 它的發音 會是另一種 那這個 我們下一堂課都會 仔細的介紹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大家喜歡 幫幫我按個讚 幫我分享 然後訂閱我 好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